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時光 好 從昨天開始 全球的市場出現了一個V型反轉的變化 特別是我們看到 包括國際股市 像歐洲的德國 法國 創高之後做出了假突破的快速拉圍 包括這一波 其實最強的市場 並不是以開發國家 而在於新興市場 包括了台灣 包括像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澳洲 其實普遍都出現這種高角度的一個爬升 這一波的支架行情是不是就此做結束 我們在兩個禮拜之前 用測幅來做嘗試性的計算 台北股市的高點 會不會就在9000點到9100點附近 那今天台北股市面臨了9000點的保衛戰 那中場是以9001作收 那觀眾朋友注意到 因為外資在今天期貨的操作 在昨天大賣之後 今天做小幅的加碼 可是很重要是觀眾朋友要注意到 外資在選擇權的操作 出現了非常大量的空單避險 所以你看期貨操作 外資還好沒有連續兩天大賣 可是外資在今天的選擇權 開始進行一個平價的大量賣權的部件 這關鍵要特別做一個掌握 所以台北股市會不會做反轉 這時候我們就要從一個事件本做觀察 日本央行的小動作 偷吃部意外了引爆全球資產價格的重估 不管是債市 股市 房地產 甚至原物料價格 到底日本做了什麼樣的小動作 引發全球市場的大調整 那我們今天就要把這個小動作 做非常專業的一個分析 我們從日本國債這幾天的重挫 跟泡沫破滅的壓力 來看到日本的小動作 日本原先只希望這個小動作 讓日圓的升值壓力 能夠轉為貶值的趨勢 可是這個小動作 果然日圓到底能不能開始由生轉貶 可是日本國債呢 那日本股市呢 那我們怎麼觀察 我們今天特別請教三位來賓 從日本國債這幾天 到底會不會成為全球的黑天鵝 我們第一位請教專家 是資生分析師葉俊銘 好 第二位請教我們資生財記者丁萬民 好 第三位請教我們的分析師 曾煥文大K 好 再講 金錢爆 帶你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